感恩关心复杂感恩师傅 哎呀师傅,终于打红了 好想说,师傅,请把他们看成疼,他们就一定要自己背 看一个1969年属猴的女,她是乳腺癌 现在还有没有癌细胞,因为她一直没做手术 19几几年啊 69年属猴的女 乳腺癌,还需不需要做手术? 她吃昏了吧,她还吃素啊,还吃昏啊 她是老弟子,是早就吃素了,也很发心的在红华度人 嗯,但是她这是业障病啊 她过去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吸引啊,我看到了 对对对,师傅说太对了,师傅说太对了 嗯,对她她母还没说呢,就是她的确有这方面的问题 她现在我告诉你了,癌细胞还在啊? 嗯,对 只是说没有扩散而已 对对,她在用中药调理 中药调理 中药调理,你要给她吃点,吃点凉血的东西 消炎,消炎,消炎,凉血,你这个东西要让她吃点 不能让她扩散啊,不扩散 不去,中医现在有一句话叫与癌同在 就是与肿瘤同在 对对对 中医有这个讲法的呀 嗯,就是说很多人死掉了之后也不是因为癌症死的 带到棺材里好几个癌症 但是死最后死在其他病上,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 癌症就是说你不弄它,它不会发出来的 嗯,好了 那师傅她现在还是保守治疗还是要做手术 因为她家人逼她,逼得很紧,非常要做手术 她家里人,她家里人到时候 她到时候她家里人有什么事情她自己负责 你叫她家里人签字呀 啊,好的 她死了以后叫他们家里人负责了 这个对不对啊 好的,我们应该说不得 你说,你跟她讲 你跟她讲 任何病都可以选择 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多看几个医生 不严重的病 有的时候可以稍微晚一点 不获散就没关系 如果严重的病,必须马上做手术 家里人我告诉你 好的 有的时候家里人还逼着人家结婚呢 最后被老公打回娘家了 家里人做的事情都对的 除非她妈妈是医生在家 而且除非看到这个化验表 的确是在扩散 的确是在化膿 马上做手术 很小很小 你说谁身上没有癌细胞啊 嗯嗯,明白了 好的 很多人需要多少张小 很多人就是这么折腾的呀 小小的一个病折腾折折折折 折腾到后来没有出事啊 对对对对 嗯,好吧 那师傅她还需要多少张小黄子 她放声呢 她是六九年的猴女 小黄子蛮多的 的确这个业章蛮重的 蛮慢多的 我讲出来你吓一跳六百九十张 嗯 不,好,她应该会念的 她很精进,她已经放在一千张 两个一千张都发念念了 好吧,那放声呢师傅 两千五百条 你叫她许个谈念 她打她呢 嗯 你现在跟医生讲 叫她跟医生讲 对不对啊 嗯 定期做化验 如果不大 没有扩散 好 对不对啊 尽量不要去动它 如果扩散了 大了嘛再说 应该攻守这么绝对 好的 明白吗 因为有的时候 你们都不知道的 有的时候 嗯 他如果是 零性病的话 你正在改变的话 他会缩小的 你去问任何一个信息好了 对对对对 为什么有的时候 医生造出来 明明有癌症呢 又肿瘤了 过一段时间去 没有了 有不了 太多了吧 我们好几个同学都这样 对对对 是这样的 这个你叫医生解释啊 他解释得出来吧 一样道理啊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明白了感恩师傅 那师傅他打开的孩子走了吗 他想问一下 69年的猴女 走掉了 走掉了 哦 那师傅再看一个 她的腰不好 对对对 还叫不好 对对对对 师傅说的很对